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军中已经人心涣散 只剩下空壳 反叛的反叛 逃跑的逃跑 吕布被曹操活捉 这时他好像才醒过未来 认清了自己就快没命的事实 于是 苦苦哀求曹操不要杀他 如果留下他的性命 他愿意为曹操所用 帮他打仗 吕布是一名猛将 这个条件可以说很诱人 曹操当时很动心 对于要不要留他这个问题产生了动摇 拿不定主意 只好向身边的刘备征求一技 刘备一句 你没看见丁元和董卓的下场吗 让他彻底打消了念头 吕布最终没有逃过死亡的命运 被吊死了 如果当时没有刘备那句话 曹操很有可能就此把他留下 那么他至少保住了性命 可是 他当年是救过刘备一命的 刘备 为什么要在他最无助的时候说上这么一句话呢 也许吕布还记得 自己曾救过刘备的命 但刘备最忘不掉的 恐怕是另一件事 展开权文 刘备是比较重情义的人 对待救命恩人 他就算不能服役法 也不会落井下石 但事实上 吕布对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恩人 当年的状况和这次相似 吕布被曹操猛攻 拼尽全力逃出 无处可去 向刘备请求帮助 刘备收留了他 结果 他的这个决定果然害了他 公元195年 袁备攻上了门 两方的战斗十分激烈 袁备看一十万会攻不下来 就开始寻求别的方法 用粮食来利用吕布 即使刘备对自己有恩 吕布却没能经得住诱惑 毫不犹豫地背叛了恩人 卖力地替袁夕偷袭下批 刘备对他没有防备 落到了十分被动的境地 家眷都被俘虏了 那时的刘备很惨 军队里剩下的士兵没有粮食吃 已经开始吃人了 差点就全军覆没 还好一 各忠心的下属 贡献了自己所有的钱 壮丁 甚至把自己的妹妹都嫁给了他 他才得以活了下去 而仅仅三年后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刘备增帮了他 他却一手把刘备的全部身家都夺走了 不顾他的死活 刘备怎么能不恨他 而且 刘备并不打算一直依附曹操 他自己也是有野心的 吕布这样的猛将 落入曹操的手中 一定会助长他的势力 这也是他不想看到的 所以说 在那样的情况下 于晴 吕布是仇人 于吕 不想看着曹操变强 刘备想他死 是很正常的 最后吕布落得这么惨的下场 刘备应该也解了恨了 刘备知道 吕布归入曹操 虽然会帮助曹操做大 可此人不好驾驭 以后很有可能彻底毁掉曹操 如果没有背叛的仇恨 或许刘备每言几句 就可以保住他的命 吕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可能也会为自己所做的是后悔 毕竟他的下场也算是自己造成的 返回 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